又是一个不眠夜 待身旁人再次睡熟 蓝忘机慢慢起身 给他噎了噎背脚 正如花又轻所言 胃无限刚分化完 身体状态还不稳定 夜里体温又高了些 信箱也不受控制往外泄 这一晚蓝忘机是煎熬的 无时无刻不再担忧 也无时无刻被信箱折磨着 他明知少年不会有事 但就是控制不住担心他 连眼睛都不敢合 他也感到庆幸 少年没有将自己拒之门外 甚至主动靠近 若他不在 这一晚少年 怕是又独自一人熬过来吧 幸好天际刚泛起雨堵白 陆离早早起床来替换陆锋 哥他打着哈欠 下意识往怨中走 却被陆锋拦住 二公子在 陆离并没有觉得不妥 呕了一声 便抱住哥哥的腰直哼挤 好困 我昨夜没睡好 北玉的踏都要比家里硬一些 不舒服 陆锋在他后颈捏捏 道 再坚持几日 听见弟弟说 这话他心里很复杂 北玉本是他兄弟二人的故土 而今再来已成客 弟弟竟已不习惯这的气候跟环境 可以说全然陌生 算了 等大仇得报 再跟小家伙言明 一切也不迟 如果那时他还活着 在小院敬仰这几日 魏无羡的状态算是稳定下来 他倒是听话没有乱跑 但每日都同路里在院中折腾 给抽了牙的植被松土施肥 在不大的池中钓鱼 还在树下绑了个鞦韆玩 或许是信箱作用 他并不畏寒 反而十分喜欢北玉的天气 舒适又惬意 蓝旺鸡没有寸步不离跟着 闲暇时过来看看 但每餐都会做吃的给少年补身子 魏无羡吃的满足 但还是道 你那么忙就别辛苦了 让陆离他们做吧 蓝旺鸡摇了摇头 意在坚持 魏无羡虽如此说 但他还是欢喜蓝旺鸡给他做这些 真好吃 嘿嘿 蓝旺鸡给他夹菜 道 慢些吃 吃完带你去看些东西 好啊 魏无羡继续扒拉饭 并没有多想蓝旺鸡 要带他看的是什么 蓝旺鸡道 信捎走了 嗯 魏无羡点点头 同舒服地一起带过去了 说话间饭吃完了 起身时脚在桌腿半了一下 身子一歪就往旁倒 蓝旺鸡伸手去扶 恰好将魏无羡 半揽在怀中 肢体的接触倒是没有什么 眼神触及那一刻 两人都愣住了 蓝旺鸡光洁的鹅上 绑一条云纹抹鹅 浓眉俊眼 像水墨勾勒出的一般 再往下 便是那浅淡的薄唇 平日里总是微微抿着 给人一种冷淡而疏离的感觉 蓝旺鸡同样看着眼前这张脸 细长的眼角天生含笑 小巧挺翘的鼻下一张烟红微张的唇 离得近还能看见白皙牙尖 和隐隐约约冻着的舌尖 蓝旺鸡的掌心温暖干燥 指骨白皙修长 落在魏无羡脸颊时 包裹住了半张小脸 魏无羡一正 随即感觉到自己的耳间 被很轻地蹭了下 蓝旺鸡将她的发丝拢至耳后 轻柔地说了句 当心 正当魏无羡准备一开视线时 那薄唇又抿紧了些 露出一个极其浅淡的笑容来 她着实被这一下惊艳得不轻 本就躁动不安地心蓬蓬狂跳起来 晃了好一会的神 才慢慢拍哦了一声 回答蓝旺鸡那句当心 去往书房的路上 魏无羡如同梦游一般 她在心里不停地想 那细白如玉的指尖 刚刚蹭了下她的耳朵 是蹭到了吧 以前蓝湛时常给自己竖发 怎么如今碰一下自己 就受不了了呢 可能身旁之人太过于安静 蓝旺鸡不禁道 在想什么 魏无羡还没回过神 听见询问下意识就开了口 想你的手 真好看 蓝旺鸡 突然回神的魏无羡 她又一次盯着蓝旺鸡的俊脸看 看得心跳越来越快 这人哪里是什么神仙啊 分明就是画本中砖 吸人魂魄的药 英文西戳着碗中米粒 时不时勾唇偷偷笑 英锦不知地多少次偷苗弟弟 搞不懂这小家伙 是偷吃了什么山珍 还是得了什么宝物 一早起来就怪怪的 总是傻笑 她用眼神询问捉对面的父母 二老都摇了摇头 忽而 一旁静位上前贴着英锦耳边轻语 昨夜于少爷来过 英锦了然 冲父母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英府挑了下眉 英母反应了一瞬才明白 也跟着笑了起来 可能察觉气氛不对 英文西左右看看 道 怎么了 三人齐齐道 无事 没什么 英母给她夹菜 道 兰儿多吃些呀 多吃些 想到什么 英文西转头问英锦 阿姐 北域如今是什么天气 很冷吗 英锦说 已经四月天 不会很冷 英文西嗷了一声 道 吴县还要在北域待一阵 哦对了 她来信说 二次分化成了昆泽 也不知那里气候 她适不适应得了 英父一惊 道 昆泽 英文西点了点头 道也没什么 她分化成了最高阶 不知要比多少前缘厉害呢 哎呦 真是了得 英母一直都很喜欢喂吴县 她道 我就知阿县 那孩子定差步了 即使分化成昆泽 也佼佼者 英父道 锦儿挑些上好补品备着 带他们回府 为父与你一同前去拜访 英锦点头英云 道 好 英母与英锦眼神对视后 道 师男回来吗 英锦道 回阿娘 已经回了 英母道 有些时日未见 今晚请来家中小坐吧 英锦勾唇一笑 转头吩咐进魏 去渔宅走一趟吧 进魏刚准备退步 英文西打断她 道 慢着 我 我随你一起去吧 英母一笑 道 也好 兰儿一同前去 更妥善一些 带英文西离去 英母欢喜地对应父说 瞧见了吗 我们兰儿这是开窍了 动了心思地 瞧那怀春的小模样 爱幽应父嘴上说着 不要打去孩子 心中也是高兴的 对英母说 晚上准备给师男做什么 我随你去厨房瞧瞧 英母自然欢喜 忙到 有劳夫君 快走快走 英锦看着自己的父母 嘴角笑意更深 魏无羡一直垂眸 看着手中信函书卷 那是蓝忘机拿给她的 也是这些年 她想问 又一直没过问之事 这是其中一小部分 等回家后 再将其他交付于你 蓝忘机倒了杯茶 放在魏无羡手边 静静等着她看 少年说想替他们分担 那她便将事情 讲与其了解就好 她若想去闯荡 那下次外出 就带着她四处走走便是 她并不想加以阻拦 到时候 少年一个人偷跑出去 担心的还不是自己 魏无羡所看的 只是这些 十日蓝忘机 调查到的一小部分 包括北域发生的事 但仅仅这些 便让她惊奇 感到可步 想想她不知道的 这么些年 蓝战要承受多少呢 魏无羡脸了笑意 正色道 所以 你怀疑周福 蓝忘机道 还只是怀疑 但周福不一定就是主谋 但他们一定 和陷体猎人有牵连 魏无羡道 脱不了干系 蓝忘机点点头 表示认同 魏无羡道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